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說 假設N是自然數 它要求證 13是這個的因素 對於所有的什麼呢 所有的N的話 13都是它的因素 也就是說這一個都是13的倍數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數學歸納法來證明 就是說 當 N等於1是 當N等於1 A1等於多少 等於4的 這是2加1 加3的多少 這是1加2 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多少 4的38 2N加1 2N加1 更加2 這個等於4的3之方 這64 64加了多少 3的3之方 27 這個 這個會是13的倍數 64加上27 11啊 11的話 就91 91 等於多少 是13 乘以7 所以命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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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體成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假設 假設 N等於K 假設N等於K 命體成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AK 等於多少 4的2K次方 加1 加上3的K次方加2 它是13的倍數 那為了方便 我就把它給化解成 什麼樣子呢 4 4的比方是16 9K次方 加多少 加這個 3的比方是9 乘以3的K次方 這個呢 它是13的倍數 那我就令它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13呢 T 好 令它等於13T 好 那就當 當 N等於K加1的時候 我們也要證明說 AK加1 也是13的倍數 當N等於K加1的時候 那AK加1 等於多少 就AN等於多少 就是 就帶這個 帶這個 是4 乘以16的K加1次方 再加多少 9乘以3的K加1次方 那這個 那這個我把什麼呢 我把4 那個 這個是 代K加1 這個 你多少 這我4 乘以16的K次方 我可以把它代掉 這個 這個 16 16乘以多少 16乘以那個 4 乘以16的K次方 加上9 這有個3的1次方 9 3 27 乘以3的K次方 那這個 等於多少 這我把它代掉 這個就是等於13T 減掉9 乘以3的K次方 這16 那乘以多少 13T 減掉9 乘以3的K次方 加27 乘以3的K次方 那這個 那這個0多少 這是13 乘以16T 乘以16T 那 加上多少呢 欸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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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3的K次方 可以抽出來 知道 這是 16乘以9 9 6我是4 144 144 144減掉多少 減掉27 這是7 這是7啊 嗯 這是117啊 117 117 啊 乘以多少呢 3的K次方 那117能不能被13整除 你們看喔 117 13 呃 93的是7嘛 剛好整除 欸 就這一項的話 可以寫過 寫成13 13 乘以9 那這樣我13 我就可以抽出來 13 抽出來後 16T 減掉多少 9 乘以3的K次方 這個它也是13的倍數 也就是說得到什麼結論呢 13 13 它是A K加1 的因素 也就是說 當 N就是K加1 的時候 命體也是成立 命體成立 所以呢 根據 數學歸納法原理 對於所有的 N 屬於N的話 命體都成立 也就是說 13 都是 an 的 它的因素 就an 都是什麼 an 都是13的倍數